1964年 元旦的晚上 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中南海淮仁堂 观看了由河南玉剧院三团演现代剧 《朝阳沟》 《朝阳沟》 是描写青年学生银环 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 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 坚决走向山区参加农业生产 把青春献给祖国农业建设事业的动人故事 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演员一一握手 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 一座专攻首都科学家进行学术活动和娱乐休息的原地 北京科学会堂 于1964年元旦正式开幕 国务院副总理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珍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和出席开幕式的有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著名科学家等五百多人 分别参观了阅览室 和三十多个装饰的具有不同科学特色的会议室 聂荣珍副总理 还同科学家们在一起品茶谈心 畅述1964年的工作计划 展望我国科学事业的新发展 南京汽车制造厂 在解放战争时期 是个随军修理厂 当时全厂总共只有37名工人 随军修理刚缴获的敌人的汽车和枪支 所以大家叫它一担子工厂 解放后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一担子工厂已成为一个汽车制造厂 这个厂没有3000吨的冲压机来压制汽车大梁 他们通过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 客服困难 用三台小油压机连在一起冲压汽车大梁 南京汽车厂生产的大批越军牌两吨半载重汽车 南京汽车厂生产的大批越军牌两吨半载重汽车 南京汽车厂生产的各地奔驰在祖国的交通线上支援着社会主义建设 焦炭是炼铁工业不可缺少的燃料 过去包头钢铁工业练焦炭的焦煤都是从千里之外运来的 包头附近虽有丰富的煤源 因为不合外国理论和技术的规定而使用不上 焦化厂的职工们破除迷信打掉旧框框 进行几百次的科学试验 用当地的肥煤和气煤炼出了好焦炭 经过去年一年的实践 用本地煤炼焦炭的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 质量完全合乎标准 去年一年焦化厂的生产成本就降低了几百万元 洛阳玻璃厂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这座工厂是我国自己设计 自己施工 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第一座现代化玻璃厂 开工生产以来 运装情况良好 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家要求 第一季度就生产了21万箱平板玻璃 四月份解放军西藏青海三个单位 在广州举行射箭有益赛 这是解放军著名的女射箭手李淑兰 李淑兰在50米双轮比赛中 以555环的成绩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553环的世界纪录和全国纪录 射箭世界纪录创造者李淑兰 徐开才 已经稳拿冠军的李淑兰准备创造世界纪录 她今天已经在赤道的骄阳照射下比赛了五个小时了 她以顽强的意志 克服了气候炎热 风向多变的困难 十环 在新用会上获得奖章最多的选手 庄泽洞 王维俭 福大进 和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李淑兰 李济元 同道会的群众见了面 日本男子手球队和中国队 5月2日在北京体育馆进行的七人制手球友谊赛 场上穿深色衣服的是中国队 穿浅色运动衣的是日本队 曾获世界第十一名的日本队 一开始就以熟练的基本技术和良好的配合 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后来中国队全力以赴 不断发动快攻 结果以22比16战胜日本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